欢迎收看东森午安新闻 我是韩佩颖 来关心重点的焦点新闻 这是一名性侵的前科犯 保外就医 想不到竟然落跑 最后涉嫌偷窃被带 还有可恶的罩袍驾驶 重飞的单车骑士 害对方重衰身亡 驾驶竟然正是逃逸 幽灵传的传说在起 曾经发生大火 造成了64人死亡的 威尔康餐厅限制 变成了什么呢 还有网红入住了美国的饭店 退房时竟然收到天价账单 只因为他冻了 放在冰箱的饮料 账单竟然破万 让他崩溃的说 住饭店没事不要乱碰冰箱 很可怕 首先是要来关注的是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 韩国瑜已经正式宣布了副手 就是前行政院长张善政 但最新的民调显示 韩国瑜的身世 还是输给了蔡英文 将近17% 已经连续15败 武安大头条 可恶的赵陶驾驶 在台南嘉丽发生了 汽车撞死了单车骑士的车祸 这个小客车是高速超车的情况之下 当时没有注意到前方的单车骑士 突然之间的穿越马路 结果骑士就当场被撞上 甚至这名骑士还被撞飞了 有一层楼这么高 然后重摔下来 伤重身亡 而战士驾驶当时是曾经停车查看的 结果发现说 这个伤者一动也不动了 他竟然连忙的开车逃逸 新北市深夜发生了警民飞车追逐 这是一名料性的毒品通气犯 遇到了警察拦查心虚逃逸 这一名毒贩就开始一路的闯红灯 开车逆向 警方在后头是狂追了20公里 而最后这一名毒贩逃到了死巷子里头 被栏杆卡住 狼狈救待 而整段违规逃逸的行为 让毒贩吃上了16张罚单 小货车驾驶疑似疲劳驾驶撞死了工人 台北市中美大桥发生了死亡车祸 当时这一名工人在桥上正在维修的时候 现场有摆放像是三脚锥跟警告的耗事 想不到遭到了小货车从后方撞上 导致这一名工人的腿部重伤 大量失血 紧急送医 还是很不幸宣告不治 而事后这一名正式的驾驶 他没有酒驾 他工生说自己只睡了五个多小时开车 疑似呢就是因为谎神 等到撞到这一名工人时呢 才发现已经来不及了 最新消息 这一名男子呢狠心的杀害了枕边人 还有亲生骨肉 就是振兴社会的台中出租套房 母子三失命案 痛下毒手的疑似就是死者的同居男朋友 目前已经遭到收押禁见 而前奔落网时坦诚了犯行 他说自己是先勒毙了女朋友之后 再闷死了双胞胎 不过由于三名死者的脸部跟口鼻 都有异常出血 今天检察官进行了遗体的解剖 要厘清确切的死因 周氏东斜广场的地下室呢 5号发生了火警 虽然说火势迅速的扑灭 但是又勾起了很多人 对于当年这一场 威尔康大火之后衍生 幽灵船恐怖传说的记忆 因为当年这场大火呢 是夺走了有多达64条的人命 尽管当时的西餐厅拆除之后 出租给了五金行 而现在呢又变成了停车场 地主也降价到了1.4亿求售 但还是乏人问津 就连餐厅的老板改行了 也都不顺遂 您到外面的饭店来入住的时候 会不会喝冰箱里头的饮料呢 来看这一名网红的经验 他到美国拉斯维加斯的饭店住宿时 明明就没有喝冰箱里头的饮料 退房的时候呢竟然被收取了有多达 一万一千元台币的饮料费 而疑问之下才发现 原来在冰箱里头是有所谓的感应装置 只要当你呢一拿起了饮料之后 就是要付钱的 而最后这名网红呢 是跟饭店确认之后 虽然说最后是不用付饮料费了 但是还是得要收设施的使用费 旅游专家也提醒了 说部分的饭店呢 在订房网上看起来很便宜 但有一些费用 恐怕呢是要到当地才会另外收取 就这样